大家好 这一刻接着往后讲 讲一下模型的顶面 选用这个循环边 进入显示图 奥特加Z透视 沿着Z轴往下起初 按快按键EZ 再收放一下 继续起初 再收放一下 让它有一定的坡度 再往内部挤出一点 按快按键E S 稍微挤出一点就可以了 进入显示图 奥特加Z透视 沿着Z轴继续挤出 按快按键EZ 大约这么多就可以了 收放一下 继续挤出 再收放一点 模型这个祸口 就做出来了 先来选中这个循环边 按快键 修复引加D 圆位复制 再把它分离出来 单击输入一键 找到这里的分离 它的快键是P 这里使用快键 按快键P 分离选通向 这里就多了一个圆环001 双击一下除名名 输入TOP 顶部 这里双击一下除名名 输入屏身 先将这个屏身隐藏起来 回到物体模式 再将顶部的参考图 拖入到上面当中 进入顶纸图 选用这个参考图 按快键 奥底加G 奥底加2 复一张图片 再将它算小一点 大约这个尺寸就可以了 再选用这个分离出来的圆环 进入编辑模式 按快键A 选用所有的边 再按快键F 填充面 奥底加Z 透视 按快键I 插入面 大约这么多就可以了 和这边对齐即可 使用点选择 将这一部分点选中 将它删除掉 因为它的顶部是对称的 所以模型的这一部分 可以通过镜像刀刀 看一下这里的修改器 导角修改器 这里就不需要了 将它删除掉 我们需要添加个镜像修改器 这里选择镜像修改器 奥底加Z 退出透视 可以看出 这里产生了一个祸口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之前已经讲过了 看下修改器的顺序 将镜像修改器 放到表面细分修改器的上方即可 现在这个祸口就消失了 奥底加Z 透视 使用点选择 再选用这个点 按过一键G 移动一下 让这一部分的点 对齐这个边即可 我们逐个移动 再选用这个点 点在外轴往上移动 按过一键G Y 大概这么多就可以了 退出透视 现在这个轮廓就已经做出来了 使用边选择 选用这个循环边 按过一键F 填充面 我们需要再插入一个面 让这里的边 对准这个边就可以了 按过一键I 插入面 当然 这个插入效果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不希望让这一部分也插入面 看一下这里的插入面 边界范围这里不要勾选 只有这里产生了新插入的面 观察下这个参考图 模型的这一部分 有一个落差 选用这个面 按过一键G Z 往下移动 进入显示图 观察一下 大约移动这么多就可以了 进入显示图 再看一下这一部分边 同样 按过一键I 插入面 再将这个面删除掉 按过一键X 删除面 使用点选择 移动一下这一部分顶点 同样按过一键G 移动顶点 我们需要让这一部分顶点 对齐这个外轴 开启这里的吸附 勾选这里的绝对三个对齐 再次移动这个顶点 按过一键G 同样做的也是一样 关闭西服 再微调一下这个顶点 按过一键G Y 往上移动一点 这里 这里 都需要同学们微调 奥地加地 推出图示 观察一下 回到物体模式 模型的凹槽部分 就被我们做出来了 当然 凹槽的边缘太平滑了 我希望它硬朗一点 暂时进入编辑模式 使用边选择 选择 选择这个循环边 为它添加一个导教 按过一键 Ctrl加B 滚动鼠标滚轮 添加一个循环边 大约这么多就可以了 再选用这个循环边 同样 为它添加一个导教 按过一键 Ctrl加B 大约这么多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奥槽效果就比较好 进入底色图 再重建模型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一拉罐的开口处 进入编辑模式 使用边选择 选用这个循环边 当然 这个边有些太多了 我只需要选用这里的边就可以了 同样 我们需要将它分离出来 我重新选择一下 按过一键 键键加D 单击数表键 选为复制 再按过一键P 分离选动向 这里就多了一个TOP001 将这个TOP先隐藏起来 进入底色图 现在就对这一部分进行操作 回到物体模式 选用这个TOP001 也就是这个圆环 先将它的表面细分修改器删除掉 进行修改器这里 点击应用 现在它就是一个圆环 进入底色图 编辑模式 按过一键A 选用所有的边 再按过一键F 填充面 奥特加Z 透视 按过一键I 插入面 当然 现在插入面还没有任何效果 看一下这里的边界范围 需要勾选一下 厚度这里 调整一下它的参数 大约这么多就可以了 再次用点选择 将这一部分顶点删除掉 同样 因为这个模型是对称的 所以模型的这一部分 可以通过机箱得到 再次为它添加个机箱修改器 再为它添加个表面细分修改器 同样 参入这里 我都输入3 奥特加Z 退出透视 现在这个模型就是对称的 仔细观察下这个参考图 可以看出 这里还有一个落差 现在我们就来创建这一部分落差 进入解决图 使用边选择 选用这个循环边 按过一键F 填充面 再按过一键I 插入面 稍微插入一点点就可以了 同样 这一部分也产生了插入面效果 而我只希望模型的这一部分 产生插入面 边界范围在这里 不要勾圈 进入前置图 进入前置图 观察下这个模型 会发现 这里产生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模型的这一部分 并不平整 按过一键A 按过一键A全选 再按过一键S Z 0 将它们打拼 再使用面选择 选用这个面 进入前置图 将它往下移动一点点 按过一键G Z 稍微一点点就可以了 进入底润图 再次按过一键A插入面 大约这么多就可以了 使用点选择 移动一下定点 按过一键G Y 使用面选择 选用中间这个面 再次按过一键A插入面 进入前置图 往下移动一点 按过一键G Z 大约这么多就可以了 回到物体模式 观察一下 当然 它的边缘太平滑了 现在看不出来 我们需要硬化一下边线 进入编辑模式 使用边选择 选用这个循环边 为它添加一个导角 按过一键Ctrl加B 添加导角 重新调整一下 再选用这个循环边 同样 为它添加一个导角 按过一键Ctrl加B 为了方便观察 我更换一个某个材质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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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这个材质 现在同学们看得更清楚 现在这一部分凹槽 就做出来了 进入警示图 再看一下这一部分 观察一下 这里有一个落差 但是它效果不是很明显 进入编辑模式 也就是这个位置 为了让这里部分效果更明显 我们再插入个循环边 按快键CRL加2 可以看出 插入循环边之后 这个效果就好很多 回到物体模式 观察一下 它的开口处就已经做出来了 按快键奥迪加H取消隐藏 进入顶色图 模式的主体部分就已经做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创建这里的拉环 先观察一下这个模型 这几个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别说好了 我们下载了